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一個物品 價格減去了10% 那為了要保持它原先的價格 新價格應該要增加多少 假設新價格的話 應該要增加原來的多少 1加10% 等於什麼呢 等於它原來的價格 原來的價格假設是1 那這樣我就可以求求X% 這個是等到百分之九十 這是百分之十 算是十分之一 十分之九 那這樣我兩邊呢 乘以九分之十 所以是1加X% 等於九分之十 這個乘以九分之十 就約掉了 這個等到多少 這個是等於1加九分之一 那1消掉了 那所以呢就是百分之X 等於九分之一 那所以我就曉得 X是等於多少呢 九分之一百 九分之一百 那這樣的話呢是等於多少 9一得6 九一得9 那九分之一 九分之一 那個X是這個 那所以的話 它價格應該增加X% 就11又九分之一百分之一 答案就是這個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D 就等於 一百分之一 一百分之一 一百分之一